看到柯文哲要去演戲 算了到時候看他這個票房怎麼樣 明明就很期待大家關注他 在那邊說什麼 這個票房不好 不要怪我 我是被騙來的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去年的時候 他不是還說要在這個北流 辦什麼 這個演唱會 大家還記得 然後那個時候還在那邊吵 然後結果最後看起來 好像票房也不怎麼樣 但我講真的 黃國昌他怪不了別人 你過去把自己的這個 道德標準拉得多高 現在就是怎麼樣打臉自己 你看他光是昨天 這個上節目 他就在講說什麼 柯文哲當時的位置 沒有這個立場去解約 這個叫站著說話不腰疼 你看 蔣萬安現在不是馬上就解約了嗎 所以為什麼蔣萬安做得到 然後你們做不到 本來還在講說什麼 這個 這件事情有多困難啊 等等這些 所以蔣萬安也回得很好 蔣萬安說那困難的事情我來做 你柯文哲做不了 而且柯文哲的 過去的做法是怎樣 你看他這個2014要上任的時候 講說什麼 台北市有五大案 喊得正天響 就是說接下來要查這個五大案 結果他現在真的很厲害 那我已經卸任過了多久 現在還可以創造所謂第六案出來 依照柯文哲的個性 如果這個台志光 當初真的有問題成這個樣子 你早就想要處理 柯文哲怎麼會放過這個機會呢 五大案你都查不出來 他一定會需要一個地方 去轉移焦點 可是他也是提不出來 所以變成黃國昌 現在變成 過去是站在這個批評 國民黨的立場 什麼事情都是國民黨錯 什麼事情就是他對 國民黨就是這個萬惡不赦 結果現在他反而要開始去 幫柯文哲 要站在同一陣線 然後要去幫柯文哲講話 所以我是覺得 但我看柯文哲 我看黃國昌也是變得 算是蠻自然的 他好像也不會覺得有點尷尬 像一般我們都還會覺得 有點那種羞恥 自己會排誰 對我們還會覺得有點羞恥 不好意思什麼的 你看這個他講得非常的 正義凜然 而且他那天對這個柯建民 這個我們講說 他叫噴麥嘛 對不對 噴麥是怎麼樣 他們是在講說這個 就是在前一週 這個沒收質詢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柯建民只是 插一下話 因為他提案了 他可能要說明 黃國昌就逮到機會了 我跟大家講這個是什麼場合 這個就是去年 這個藍白河破局的那一天 軍越大戲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在台上大家不是很尷尬嗎 然後郭台銘還尿頓 等等這一些的 結果最後勒 有一個搞不清楚狀況的 叫黃世修 黃世修沒事在那邊提說什麼 這個什麼去年這個五點 五點的這個什麼 不是五點協議 就可以是那個五月的時候 這個幾份初選民調等等 這一些的 把郭台銘做掉 哇 朱立倫不知就兩頭了 抓得罵你把我走掉 不要質疑國民黨做的內參民調 每一份都是切切 大家還記得這個畫面嗎 大家就在講說 朱立倫坐在那邊很尷尬 早就想要找一個機會了 有沒有 叫了賀瑜說 走 我們就直接閃人了 人家還在想要有理由離場 人家還在想要有理由發飆 你剛好就給人家一個舞台嘛 所以柯潔平那天也是這個講真的 有人在講說他是故意激怒黃國昌 但是你怎麼知道 黃國昌不是故意的 黃國昌就是在逮到一個點 要不然他接下來還要講什麼 如果他繼續坐在那邊 人家會問他說 黃總召 那請問一下 我們要不要恢復這些質詢的時間 要不要恢復這些立委質詢的權益 他可能被問到他尷尬 依照這個黃國昌過往的這個做人 他一定會講說 依照議事規則 跳過就是跳過了 他可能就會講說 這個本來立委就應該準時到場 就坐在那邊 你們是怎樣 結果可能會被挖所以奇怪 他當天自己也沒有坐在現場 所以他可能覺得尷尬 他為了避免 接下來被問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乾脆 擺到機會了 先巴標 然後先離場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柯文哲跟黃國昌的關係 有人在講說 他們是不是之間有心結 我講這個 我倒不這麼認為 因為黃國昌 現在需要依附著柯文哲 看起來他沒有辦法 還不夠大尾 對他看起來沒有像過去 沒辦法像過去那樣子 在時代力量裡面 自己一個人去 這個好像撐起一個黨 畢竟民眾黨 現在就是這個 柯文哲的政黨 那所以說 他必須要依附著柯文哲 等到哪天 他這邊有足夠大尾了 或者是哪天這個 柯文哲決定要交棒 雖然這個可能要很久以後 等到交棒那時 民眾黨可能也沒有 所以說黃國昌 才會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不覺得黃國昌 可能想要這個挑戰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的內心 會不會是這樣子想 我就不確定 因為柯文哲 就是一個有聲量恐慌症的人 他跟黃國昌一樣 所以說柯文哲 看到這個黃國昌 逐漸重大 而且你看 這個黃國昌 你看 這個我一聲令一下 馬上這個 一百多萬 然後韭菜馬上就來 讓我割了這樣子 所以說柯文哲 會不會覺得內心不是滋味 但是以現階段的柯文哲 我覺得他暫時還是會覺得說 我還是需要黃國昌 因為兩個人需要這個互相拉抬 相不相成 民眾黨才可以繼續存活下去